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黄云 洛亚报道 中国疫情为止民众反复感染 死亡增多 2024年前三个月 北京大学连续发布13个复告 至少8名教授 5名党政官员接连病亡 中国至少5名中科院院士 7名工程院院士病亡 密集死亡的名单在不断拉长 近日 多地民众爆料 新冠死亡人数越来越多 民众 感觉小区里死人多起来 湖北武汉市民张勇化名 4月8日对大纪元表示 当局封锁信息 不公开真实的情况 医院住满了 心梗 脑梗 年轻化了 死亡多得很 怎么死的 他不公布啊 没有人说 全部是正常死亡 网上看到小部分也都封锁了 浙江里水市景明县刘女士 也对大纪元说 她所在的居民小区 老一辈去世的比较多 他们办酒席啊 就是会在小区里面办 别人家办丧事什么的话 别人就知道这家怎么的情况 然后整个小区里面 会感觉死人多起来了 他对记者说 你有没有发觉啊 就是他好像就是换汤不换药 就是把这个名字一改 实则那个东西 中共病毒还在啊 那个东西就是原始的 我们是小县 再加上要县庆40周年 就算有的话 他当地政府也不会让消息传出去 大陆一家医院主任医师刘医生 对大纪元披露 他所在医院入院量暴增 基本都是新冠加后遗症患者 很多患者是呕吐 拉肚子的 有的昨天还好好 第二天就走了 医院就半夜往外抬死者 白天不敢抬 刘医生说 医院已开了几次特别会议 院长要求医生不要承认感染新冠 谁承认谁负责 这是全国性的行动 所有资料都不能留 官方数据也显示 新冠死亡人数在增多 中国疾控中心官网上的信息显示 2024年2月 大陆新冠 中共病毒疫情的新增死亡病例 呈快速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 2月新增死亡病例是1月的7倍 新增重症病例358例 死亡病例22例 而1月新增重症病例134例 死亡病例3例 不过 官方一贯隐瞒真相 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更多 中国民众还在反复感染中煎熬 在2024年 还有大量中国民众 在反复感染中共病毒的痛苦中煎熬着 湖北隋州市民赵先生 4月8日对大纪元表示 自己感染病毒已经两个月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好 感觉身体很虚弱 就跟以前感染新冠时差不多了 那个肺部感染最多的 他说 我就是在小诊所社区医院看过 他就是打头包消炎 肺部感染呗 我都有肺结结 他表示 听说这个肺结结是打疫苗引起的 反正我打了两针 第三针没有打 他们好多人就说 打疫苗有问题 好多人在说 赵先生说 像他这样染疫长久不好的情况很普遍 当地什么都不管了 自己管自己 他还表示 因为长时间没有痊愈 家里人都感染 症状都不一样的 他说 疫情反正就是过年以后就是更严重了 就是大人 小孩都是咳嗽 都是发烧 锦宁县刘女士表示 去年过年 疫情大爆发 就是和今年一样的吗 我的婶婶是在药店上班的 她是说上海那边比较严重 就是要买不到 要从锦宁的药买来寄到上海去 刘女士也在过年时再次感染病毒 她说 我养的时候的症状和我第一次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腰酸背疼 骨头疼 和第一次差不多 两三天就好了 因为我是没有打疫苗的嘛 她认为 中共原先大力宣传让别人去打疫苗 然后一半以上的人都打了疫苗 你还控制不住疫情 你还有脸说这是疫情吗 都打了疫苗 有些人打三针了 打了三针还传染的话 还好意思说这是新冠吗 沈阳世民徐女士说 当局强制民众打新冠疫苗 导致许多人反复感染 好多人以前身体挺好的 现在都不行了 感染一次 身体就弱一次 普遍都是这样 还有不少人打疫苗之后 患癌症和心梗 脑梗死掉了 我有个朋友的哥哥 还有小叔子都死了 医生说就是心梗 脑梗 此前 大纪元和多家外媒报道 已多有报道披露 中共命令下令殡仪馆和医院 尽量不要以新冠 作为染疫死者的死因 大纪元已披露 多份中共内部文件 显示当局判定新冠死亡的程序 涉嫌刻意隐瞒死亡病例 其中一份文件显示 医院著名新冠患者死亡 需要最高层的国务院同意 疫情到底造成多少中国人死亡 中共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早在2023年1月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开始 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如何在这场瘟疫中趋及避凶 李洪志大师指出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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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